三江汇流奔腾去 新南半地古荣州 宜宾是长江首城 气候适温 水陆空交通便利 全市竹林面积 达353.61万亩 作用中华竹都之城 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资格优势 为宜宾之夜 做强做大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始建于1944年 从中国造纸厂 到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从中国第一张国产机制新闻纸诞生地 到中国造纸行业 第一家上市公司 宜宾纸业走过了辉煌的发展历程 曾是原清工部 及四川省的重研企业 中国行业50家最大工业企业 第16名 宜宾工业的五朵金花之一 七十余载 将心传长 2012年 宜宾纸业整体搬迁至宜宾市南西区 实现了从传统造纸企业 到技术先进 产品一流 环保领先的现代造纸企业的华丽蜕变 技术先进是宜宾职业新区建设的重中之中 造纸生产线集中了 芬兰 美国 法国 意大利 德国先进技术 先进的自动包装线和自动仓库 更是体现了公司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芝江生产线采用DDS蒸竹 氧托木素 二氧化粒漂白等先进工艺技术 生产的竹江品质完全达到了进口木匠的质量水平 产品一流是宜宾职业做优做强的重要战略 宜宾职业创新研发的 为漂白竹江口碑原纸强度好挺度好 荣获第二届中国上海国际竹产品博览会金奖 深受用户欢迎 金竹牌全竹江本色生活用纸 具有原竹粉色布置手感 洁净亲夫等特点 荣获第三届第四届中国上海国际竹产业博览会金奖 被指定作为2019年北京市员会参展产品 成为国人放心使用的绿色产品 环保领先是宜宾职业重铸辉煌的根基 也是宜宾职业建立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为此宜宾职业制定了比国家标准更严格的排放标准 应用了目前最先进的竹子治疆技术 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废水处理工艺 建造了技术前沿的烟气处理系统 确保其环保运行质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为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宜宾职业积极参与竹子资源的开发 研发新进的伐竹工具 提高伐竹效率 引导农户科学种竹 提高竹林产量 优化竹材销售模式 提高竹农收入 不仅使竹林成为了乡村美丽的风景线 更使竹林成为了铸农致富的有力抓手 宜宾职业在发展过程中 积极参与到国家源外事业中 曾获得友谊纪念章 红色外交战士 三级友谊勋章等光荣称号 为国家源外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新时代 新担当 新作为 作为竹产业龙头的宜宾职业 将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全力实施竹江纸一体化发展战略 促进长江生态建设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使竹产业成为名副积始的生态产业和富民产业 宜宾职业将借竹产业发展的东风 建成中国最大的竹江造纸企业 宣令实践二次创业 重铸辉煌的目标 中华猪猪 最美猪海 宜宾指引 竹形天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抛至nas